OK 我们接下来看就是用这个 Toy Machine 来计算 Fibonacci 数列 你们刚刚还没有教Fibonacci 数列 还没有教地回 如果我们教地回的话 应该很有机会教Fibonacci 数列 Fibonacci 数列是个数列 它的数列定义长相像下面这个样子 就是它的前面两个项是0跟1 接下来的下一个项就是前两项相加 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Fn会等于Fn-1加上Fn-2 这是一个数列 所以一开始0跟1 0加1得到1所以得到一个1 1加1得到2所以得到2 1加2得到3 2加3得到5 3加5得到8 这叫Fibonacci 数列 Fibonacci 数列其实跟很多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有关 比如说据说它跟兔子的繁殖的模型是有关系的 下面这是一个Fibonacci 数列的visualization 可以看到就是说 除了那0之外 1加1对不对 1加1得到2 2加1得到3 3加2得到5 1加3得到8 8加5得到13 一直可以 如果你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的话呢 它其实有点像这个 这个跟右边这个贝壳 某一个贝壳的这个螺纹长得是很像 OK 不管怎样是Fibonacci 数列有些应用啦 不过我们基本上只care它的数学定义 如果我要你写一个程式 把前面的一些Fibonacci 数列的数字印出来 那你会怎么写 其实这个 不难 理论上不难嘛 因为 它是一个很好的递回的练习 不过这个例子你不用递回应该写得出来 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你的前面两项相加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Toy Machine 的Fibonacci 数列的一个程式 你注意到相当简单 那它基本上的逻辑呢 大概长什么样子 它对应的high level code 大概就是右边绿色那一块 当你把右边绿色那一块写出来之后 大概是逐航的翻译成左边蓝色的 大概基本上大概这样就可以把Toy Machine 扣写出来 那我们先来看右边绿色那一块 它基本上呢 就是让A等于A加B B等于A加B 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呢 我们现在算出来的这个 最后的两个Fibonacci 数列是BA 那下面呢 接下来的下一个数应该是什么 是A加B嘛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本来是 本来是BA 然后呢下一个B呢 就是A 下一个A呢 就是A加B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A' 下一个A呢 应该是A加B 下一个B呢 应该等于A 好 可是当你做完上面这个之后 A就没有啦 因为A已经被你替换成A加B了 对不对 可是呢你知道呢 这个A呢 其实就会等于A' 减掉B 因为A'就是现在的A 因为A'就是A加B 在减掉B就回到A 大家懂的意思吗 所以呢 扣钱出来就是A等于A加B B等于A-B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用A'B'去看它的话 就了解为什么 是这样一个关系了 所以藉由这样的运算 你就可以把这个A跟B的配合 就是目前最后的两个 Fibonacci数列 一直往后shift OK 那所以就有个回圈 一直产生这个 一直把这个AB 一直往后shift 就可以 然后把A印出来 就可以了 那注意一点 它这边有一个A大于0 因为16bit 对不对 那你能够表示的最大那个数 基本上就是16bit 16bit的3x能够表示的最大正数 你没办法再超过它 所以说到某一刻 当你算出来的A小于0的时候 表示呢 你算出来的那个数 已经超过16bit的3x能够表示的数 就要停下来了 要不然印出来会是个负数 OK 如果你把它当作on319来解释 它应该是对的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个319的系统 所以你就借由判断呢 A是不是大于0 A如果大于0就去印 A一旦呢 小于0表示呢 你已经超出 你能够表示的最大范围 你就再往下做没有意义了 再往下做没有意义 OK 接下来 一开始编复数 接下来又overflow了 OK 好 所以这个回圈的出口条件是这样 所以它 那当你去执行这段call之后呢 它就会印出右边这一段数字 OK 这个是Toy Machine能够表示的 Fibonacci数列的那一串 再往下的Fibonacci数呢 它就印不出来 因为你超出了16bit能够表示的范围 OK 好 这个是一个例子 你能看到Fibonacci数列 本来是一个听起来蛮复杂的事情 可是呢 你去用Toy Machine来写 也不过呢 大概就是基本上三行 三行 三行 这两个 然后呢 回来这边做 如果呢 大于小于0就以来 这样 所以你本来简单的回去 你先做这两件事 K等于A加B等于A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Array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所谓的数列的处理 我给你一串数 做处理 我们做的第一个应用比较简单 我给你一堆数目 就我给你一堆数呢 我会以0结尾 那你一直读 也就是说呢 你一直从我的这个数列里面读数字进来 当我读到 你读到0呢 表示呢这串数列已经结束了 你就把你所有读到的数字呢 的总和印出来给我看 这应该 可以大概理解它的用途嘛 OK 然后那个程式相对 相对简单 OK 好 那是对应的这个 Hoy的数字 就是Hoy OK 好 我这样子呢 就是让我的结果 放到RC 结果是RC 那RC呢一开始是0 所以8C00就是呢 我让C等于乘以置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从State input 8AFF State input 如果呢 R A等于0 C吧 C is granted to 0 如果R A等于0 掉到15 15在哪里 出口 15就出口 可以出口 如果R A等于0 我就去判断 在这里 C A15 我就看那 看我读进来的这个数 R A呢 是不是0 如果是0的话呢 我就离开 否则的话呢 我就会呢 把它加到C上面 累加起来 R A是我现在读进来的数 R C是我现在累加的流圈 所以呢 我就会把读进来的数 R A呢 跟我现在累加的流圈 加起来 先放到C 然后 历史思想是在回到 所以这边形成一个 回圈 里面呢 会一直把我读到的数 加起来 一直到呢 我读到的是0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 模型啊 OK 好 嗯 这个数 这个 例子比较简单 我读进来一算数 可是我不需要存它 对不对 我只要累加它就好 那下面这个例子呢 你被迫的要存它 因为现在这个例子 我希望你读进来一串数 然后呢 把这一串数呢 依照你读进来的 缘导的顺序 印出来 有的时候你先读了数 后印 后读了数先印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把 整串数存起来 才能够做到这件事 OK 好 所以一样是这个 呃 序列的处理 不过下面这个例子呢 你被迫不要把这个序列存起来 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array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 怎么样在TOE里面呢 处理array OK 那在谈TOE里面处理array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些指令 特别是 slow in the array 跟load in the array 好 那在那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更简单的指令 叫做loadedges 第七号 OK 第七号指令 就是loadedges 那loadedges呢 如果你看它的这个reference card的话 它做的事情呢 是这样 回到reference card 我们看第七号指令 第七号指令 loadedges 它做的事情 第一个它是format2 因为牵制到edges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edges 放到你自己的代理 那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 7C01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给你一个指令 7C01 做完之后 我的 电脑的状态 哪一个 暂存器或者是记忆体 会发生改变 RC会发生改变 对不对 RC会发生什么改变 RC的内容会变成多少 变成01 其实是0001 因为这个edges只有8个bit 所以呢 前面两个一定会是0 这两个一定会是0 那后面这两个呢 就是edges ok 所以呢 loadedges 就是把某一个常数 放到 某一个暂存器 ok 把某一个常数 放到某个暂存器 那这个常数呢 通常是位置 或当然它也可以不是位置 也可以不是位置 ok 所以这个 这个第七号指令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很有用 比如说你还记得我们之前 有常常需要常数1 有没有 那我们之前需要常数1 我们会怎么做 首先呢 我们会在记忆体里面呢 比如说01的地方呢 留一个空间 然后放常数1 然后呢 我们会呢 在某一号指令 然后我们会说呢 把这个位置01的地方呢 送到R1来 相当于 我们要让R1等于1嘛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做这样的事 我们必须要首先在记忆体里面 留一块空间 放常数1 接下来呢 再透过这个指令呢 把这个常数1呢 放到R1来 那如果我们用第七号指令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一行 改成呢 7101 然后这一行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直接把常数1 放到我们的指令里面 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就是我们想要让 某一个暂存器的内容是1 那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要 在记忆体里面有一块空间 把常数1放好 再透过呢 R1的指令 把这个常数的记忆 拿到暂存器 那其实你可以直接用 第七号指令 把常数1 就是01 放到 第七号的 7101 你可以做到一样的工作 可是呢 你可以 不需要浪费这个word 来存 常数1呢 直接存到指令里面 OK 好 这是loadedges的一个用途 loadedges呢 更长的用途呢 就是它的指令的名称所说的 它是要把某一个位置 再入到某一个暂存器 那你为什么需要把某一个位置呢 再入到某个暂存器 这是牵涉到呢 你怎么储存array OK 好 那你们交过正列了没有 正列交了吗 交了 OK很好 那你知道正列 可以怎么表示 就是C 在C语言里面 假设你宣告一个这样 你可能在C里面很简单 你就说int A10 对不对 然后呢你后面就说呢这个 A2呢 等于5 比如说你讲这样一件事 其实C里面应该还有冒号吧 我很久没写C了 很久没写C了 就不太确认了 应该是有冒号吧 OK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C语言里面 会这样表示 那问题在Toy里面呢 什么叫正列 其实你知道 其实正列就是一串连续的memory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在所谓的真正的电脑的memory里面 这是我们电脑的memory 我怎么样去implement这些事情 首先你看int A10就表示我需要留10个word 来存这个正列 所以呢 如果你要在DGA语言来implement正列 你要在你的memory里面 找一段空间 这一段空间呢有10个word 你用这一段呢 来存A 那至于说这一段要在哪里 是你Programming自己找的 你自己要自己找一段空间 比如说我们假设呢 30这边是空的 我就从30开始摆 所以从30一直到39 这一段空间呢 就是正列A 那也就是说呢 A0呢 会放在哪里 位置30 那A1呢 31 然后呢 A9呢 就是39 所以说呢 所谓A2等于5 也就是说呢 要把memory 32 的内容变成5 对不对 大家可以懂我意思吗 OK 好 所以说呢 另外呢 A2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A加2 A呢 就是正列的starting address 在我们的case里面呢 就是30 所以我可以想成就是A呢 A这个正列 你可以想成就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其实呢 就是存我们整个正列的starting address OK 在我们的case里面就是30 那A2呢 就是30加2 就是32 A2的位置就在位置32的地方 OK 这是我们在第一阶 怎么去implement这个正列 所以你每一个正列 你就要储存它的starting address 那starting address在哪里 是你自己自己规划的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说呢 你就需要有一个指令呢 把你规划的正列的starting address 再入到暂存器里面 再入到暂存器里面 这是我们的这个 B7号指令 gold address 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说呢 如果在这个case里面 你实际上会怎么做 这一块呢 就是你自己去分配嘛 就是把这一块留下来 其实code里面什么都不会出现 code里面什么都不会出现 那这一块 如果是这一块 你会怎么做 首先你要 把常数5准备好了 那常数5怎么来 我先 假设你准备好了 然后放到R5里面 OK 那接下来你就是要把常数5呢 搬到A2 那问题是A2你怎么算到 你怎么得到 假设呢 我就 我通常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code 不见了百分之百一样 就是 这个 第七号指令 然后呢 你把这个 位置 30 再入到 R1 暂存器 30是什么 30就是正列的satin address 那你想要找出A2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去做这个什么 把R1 加上呢 R2 那R2 这两个假设你已经弄好了 你把常数5放到R5 常数2放到R2 然后你会把R1 放到R2 结果呢放到R3 这应该是1啦 所以现在R3呢 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A加2的位置 OK 就是A加2的位置 然后呢 就接下来比较cheeky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只问R3 存的是A加2的位置 其实就32啦 那你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要把32的内容 改成 5 对不对 32内容改成5 所以 他是要把 暂存器 所以他这是一个 是一个 Store的动作嘛 对不对 然后是要把 R5 的内容 放到某一个位置 理论上 对不对 理论上 OK 可是现在麻烦这个位置 是一个暂存器 是一个R3 所以我不能用9 不能用9 因为我们之前用8 用9 那个位置必须是一个常数 你知道那个位置 可是现在问题是 这个位置 放在一个暂存器里面 我现在位置是在R3里面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位置是放在R3 我要把memory的R3 用R3 用R3当做位置 然后呢 把这样的内容呢 换成5 所以我们叫做 Store indirect 间接的Store 因为位置呢 不是个常数 位置呢 放到一个暂存器里面 我要把暂存器的内容 用当做位置 去存取记忆 这样才懂我意思嘛 这叫Store indirect 跟Load indirect 所以记忆体的存取有两种 一种是Load跟Store 这是位置是常数 你必须要把那个位置呢 这个常数呢 写到指令里面 另外一种呢 如果你的位置呢 存在记忆体 存在暂存器里面 你必须要用Load跟Store indirect 所以我们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指令了 第七要指令是Load edges 那我们其实刚刚没有讲的这个 第A跟B指令 就是Load indirect 跟Store indirect 再回到reference card 所以我们刚刚也没有提 这两个指令 第A跟B指令 Load indirect 跟Store indirect 注意点它是Format 1 虽然它是Load跟Store 可是它没有牵涉到 Edges 它只牵涉到暂存器 它牵涉到两个暂存器 一个是RD 一个是RT 你看它把RT 当作位置 去存取记忆 再把 这个得到的内容 搬到RD 有时候它的做法是这样 这是我的memory 这是我的RT 我用RT当作位置 找出 对应的Word 再把这个内容 搬到RD 把这个内容 这块内容搬到RD 那这一个位置 是由RT的内容所决定的 如果你加过Point指标的话 你会比较清楚这个意思 因为指标的内容 其实就是位置 一个变数的内容 可能除了是一个数字 或是一个位置 那如果变数的内容 除了是位置的话 其实这个变数 代表是指标的意思 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会拿某一个 暂存器的内容 当作位置 来存取记忆体 那为什么我需要这个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去存取 A正列的I个Element I是个变数 那I这个变数 通常会用某一个暂存器 来做 那我需要 去计算 AI的位置 存到某个暂存器 再利用这个暂存器 当作位置 去存取记忆体 当我要处理正列的时候 我需要有这种 所谓Indirect的Agents 所以这为什么 我们引入了所谓的 Low了Indirect 跟SoIndirect 主要目的在 帮助你处理正列 帮助你处理正列 OK 好那我们 回到我们刚刚这个例子 我们说的这个例子呢 是读进来一段 一个数列 一直到你 读到零为止 读完之后呢 把这整个正列呢 倒着印出来 OK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有两个 我也要做到那些事 你需要 处理正列嘛 对不对 处理正列嘛 OK 那正列你自己规划 擺在哪里 设定下去 可是呢 需要scan整个正列的时候 你会需要AI 对不对 用到AI的时候 你会需要 这两个 Toy的指定 Low in the red 比如说 把 R6的内容 当做位置 去存集 就去记忆 把这个内容呢 再放到 暂时去C 这个就会是 AC06 AC06 OK 类似的 OK 好那有了这个 第七号指令 跟第A跟第B指令 我们就可以来注意正列 下面呢 这个是我刚刚讲那一段程式的 上面呢 上面呢 是把一个数列呢 这个不是读到里面 这是 读进N的数列 读进N的数的数列 把N的数呢 存到一个正列里面 A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 正列呢 印出来 倒着印出来 OK 那很类似的原理 我们可以用来做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件事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呢 读进来一个 数列 一直到你读到0为止 把你读到的东西呢 存到呢 以30为starting edges 30为starting edges的正列 把它存到303132 一起来推 一直到呢 你读到0为止 然后呢 把这一个 正列呢 倒着印出来 倒着印出来 OK 那我怎么做这件事 所以基本上这段程式 会分两部分嘛 第一段呢 是读进来一个数列 把它存到正列 第二段呢 是把这个正列呢 倒着印出来 所以上半段是这样 OK 我会 跟刚刚很像啦 你记得我们刚刚是 读进来一个数列 一直到你读到0为止 把所有读到的数呢 累加起来 然后最后呢 把它那个 和呢印出来 那我们现在呢 不是累加 我们是要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OK 所以重点回来在这里 当你 所以你先读进来一个C 当你读进来C 是0的时候 你就离开嘛 对不对 当你读进来C不是0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办法 把C呢 存到 AN N就是你现在 是第N给N N开起来是0 对不对 然后呢 每次N++ N就是你现在读进来几个数 当你读进来C 你要存到AN 因为它是 有正的正列的 第N给N 首先你还算出AN的位置 你要先算AN的位置 然后呢 再把C呢 存到AN OK 那AN的位置 先很简单 就是A加N AN的位置就是A加N 算完之后 会存到某一个 站成器 对不对 那这里呢 就要透过所谓的 RODE IN THE RAN 你要STORE IN THE RAN STORE IN THE RAN STORE IN THE RAN 就要利用什么 STORE IN THE RAN 把你读进来的这个C 存到 刚刚我们算出来的位置 的站存器所指的地方 OK 好 那边绿色是比较像是 把HIGH LEVEL CODE 稍微 拆解成器 可以对立的CORE 然后接下来 每一个立的CORE 都对立到一行 CORE IN THE CORE OK 首先呢 也可以注意到我们这边 会有一个维圈 CORE IN THE RAN 所以这边 又形成一个维圈 这个维圈在做什么呢 首先呢 我会从STORE IN THE RAN 读进来一个数 把这个数呢 放到RC 接下来呢 我判断呢 RC是不是等于0 C是BREG is 0 如果RC是0呢 我就跳到19 19就离开了 就BREG 读到0 我就离开了 如果读到不是0 那我读进来 那个数在 首先那我读进来 那个数呢 在RC 接下来呢 注意我们RA呢 放的是我的 array的starting edges 30 RA呢 是array的starting edges RA放的是array A的starting edges RB呢 就是N啦 就是我现在读了 我现在在读DN个Element 我已经读了N个Element 的意思了 好 那所以说呢 我读进来这个RC不是0 它放到哪里 放到AN 放到AN 那AN的位置是什么 就是array的starting edges 加上N嘛 所以RA加RB 就是RN的位置 所以我就把RA加RB 放到R6 这是一个暂时器 随便你要放哪里 你就要知道 所以R6呢 基本上就是RN的位置 接下来 我就要透过R6 来当做位置 做一个所谓的storing the rank 对 所以你看到我就是storing the rank 把R6当做位置 然后呢 把RC呢放到呢 R6所指的那一段记忆体 所以我们把RC 放到R6当位置 所指的那一段记忆体 在我们的case里面 像刚刚这样 这是我的memory 从位置30的地方开始 以下是我的array 如果现在N也就是RB 等于3的话 那么呢 我的R6算出来 就会是30加上3 就是33 然后呢 我的R6就指向这里 ok 然后呢 这一行说的就是 把RC的内容 copy到这里来 R6所指的地方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在这个case里面呢 因为你的位置是浮动的 它必须要处置在某一个暂存器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暂存器当做位置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 in the rate那两个指令 loaded跟store 看你要是写还是要读 ok 这个是为什么需要 loaded in the rate 跟store in the rate 当你的位置本身是浮动的 它是个变数 它不是一个常数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loaded in the rate 跟store in the rate 但我讲变数就是它帮到暂存器里面 这个常数呢 它就放在指令里面 就是我可以encode在那个位置 直接encode在formator 2的后面那8个比 ok 好 那就藉由这样的方式呢 我就可以把整个数列的图进来 放到记忆里面的一段的迭区的空间 ok 这是上半段嘛 对不对 一直到读到0为止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数列进来 放到array里面 下半段呢 就是倒着把它印出来 下半段就是这下半段 就是倒着把它印出来 那很类似的情况 ok 这边我们就不够辞入了 大概跟它很像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程式的一个 用模拟器的一个运作了 那我们顺便利用这一个程式呢 来告诉你说呢 呃 我们刚刚的standard input output呢 我们都直接从 这个界面上来输入 有时候它很麻烦 你可以先把 这一个 先准备好 所以我们的 我先确定一下 我放在哪里 reverse ok 所以我有一段 空的叫reverse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那一段 那个程式 我把这个叫出来 它大概长得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呢 它会 从standard input 读进来一串数字 一直到它读到0为止 它会把它读到所有数字呢 存到一个array里面 然后呢 会把这个array呢 倒着印出来 在读到数字倒着印出来 好 那如果你直接执行这段程式 很麻烦 是它每次都让你输入一个数 输入一个数很麻烦 那我们是说呢 这个toy里面呢 可以允许你 用所谓的读卡机 来取代standard input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给它一张卡片的话 当你需要 从ff 读东西 它会 卡片上如果还有数字 它会从卡片上拿 ok 那这个卡片呢 其实 其实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呃 你就给它一个 文字档 我看一下 好比如这一个 这是我事先打好的文字档 那这个文字档里面很简单的就是 100100200300400 也就是说 我先把五个数字准备好 好啦 也就是说呢 待会呢 如果呢 程式需要从standard input 读数字 它就从这卡片档里面 先去读 第一个数字 还要再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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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需要的时候 它就是卡片上的数字 卡片上的数字 它就用卡片上的数字 卡片上没数字 它才会更重要 所以你可以事先把 这样就不用每次在那边 用那个开关来 再输入数列 好那重点是 你怎么把这个文字档 当作卡片再入进来 那在这个模拟器里面呢 有一个这样的功能 我确定它在哪里 就是load file standard in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选 我刚刚给你看的那个文字档 叫做in.tst 好 我选进来 我选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到这个 simulation mode 那你可以看这个 我把它载入到standard in 你可以看standard in OK 所以你看到standard in 我已经把我刚刚 那用那个文字档取代 standard in 就帮你先把这东西 先事件再入 所以你就不用每次在那边 用这个决筑来 那如果你 你也可以用这个 假如visualizer 来看这个 如果是古代 大概 40年前 你大概就是会把这些速度 做在这张卡片上 那张卡片丢给你 需要standard in 所以我就直接弄到这个程式 你在预期的就是呢 他应该会在荧幕上 列出4321 倒着印出来给你看 好 那我就开始弄了 那你应该会先等一阵子 因为他先读嘛 那好吧 我这样子 我就直接弄了 好 你看他开始 我开始读了 一二四 读完 读到0了 然后开始 4 3 5 2 1 所以这样的程式呢 我是demo给你看 是说你 除了可以把程式 用这个编辑器 写好再入进来之外 你也可以把input 要不然的话 你每次可能 如果你要算100个数的平均 你每次都要在那边 用switch 输入100个数很麻烦 所以这模拟器 是允许你呢 用文字档来替代 十大input 好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这个程式来 不过这个程式呢 那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array的规划 没有规划好 那比如说 我们刚从30开始摆array 那如果你的程式没有规划 想说这个使用者 可能不会输入太多 我从00开始摆 我array从00开始放 那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当你的输入的数字 超过16的时候 因为从00开始摆 资料从00开始摆 那么呢 当你的array放在00 当你使用者输入的数字 超过16个的时候 第17个数字呢 就会覆盖到110这个位置 第18个数字 就会盖到11这个位置 以此类推 我跟他讲错 对 应该对啊 11011 也就是说呢 你的程式呢 会逐渐的被资料所覆盖 当你的回圈回到上面这几行的时候 你可能执行的呢 不再是你原来的程式 而是使用者给你的资料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使用者在他的资料里面 做过一些精密的设计的话 他有可能让你的程式呢 去执行呢 他所设计的程式 因为电脑是不管 读进来的东西 是个资料还是数字 他没有办法分辨 他 你叫他执行这一行 他就是把那一行 当作指令来执行 即使他本来是个资料 比如说 如果我们 我说这边改名言 因为我们 耳瑞呢 从00开始版 你假设耳瑞会太大 很多时候 你会这样假设 对不对 最后呢 你一直放 往下架 可能会 超出耳瑞的范围 有时候他不会有事 有时候他就会产生问题 在我们这个case里面 如果使用者输入 这20个数字 这20个数字 这20个数字呢 看起来没有什么样 前面是16个数字 后面呢 有4个很奇怪的数字 如果使用者输入 这20个数字呢 你的程式呢 其实会产生了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OK 好像可以来稍微 再看一下 就同样一段程式 同样一段程式 只是我现在array呢 从00开始版 那我们再用 看刚刚的模拟器 我们来看 如果 使用者输入一个 某一个他特殊设计的 序列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好 那就是刚刚那个程式 模拟器 那我现在 再入另外一个 程式 因为我现在要 看这个 我位置 是要从00开始摆 不是从30开始摆 然后就reverse to 稍微确诊一下 我位置是从00开始摆 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的程式 一模一样 只是array 放在30 放在00 好 那我再回到模拟器 然后呢 首先你要把那个 刚刚那个使用者输入那20个数字的 数列 再入进来 所以我先回到这个 模拟器的模式 然后呢 把这个 standard input 载入进来 那这个应该叫放在 input 这边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我这个sequence 没问题 好这边应该会有20个数字的 我建议 我可能把整个重跑一次会比较安全 好 我再重跑一次 好 那 我再把这个模拟器跑起来 然后呢 我们先再入刚刚的reverse to 我说过那个 基本上一模一样的程式 只是呢 我的starting agents 从00开始摆 而不是呢 从30开始摆 好 那我open reverse to 然后进入到 模拟器的模式 再入input 是input.tst 看这个比较快 不对 那看起来是我再入错了 我先确定一下 我的输入档在哪里 我的输入档在哪里 我接到后面 就是为什么我需要重跑的原因 不好意思 我可能再需要重跑一次 我刚刚再错的输入档 我再入层次 reverse to reverse to 然后再入这个输入档 输入档叫virus.tsd 然后你看一下它的内容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16个1 1 2 3 16个1 后面加上4个 很奇怪的数字 好 那我们去执行这个程式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suppose 它应该读进来这20个数字 然后把这20个数字 倒折印出来 正常的话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执行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rom 好它开始读嘛 你看它一个一个读下来 好 你看它荧幕上就一直印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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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啊 那现在你的电脑 基本上就已经不受你的控制了 它已经完全 执行别人的程式 就是在荧幕上一直印出8888 那如果你 没有觉得什么了不起的话 如果你把8888改成5566 你大概就知道 会有什么地方觉得 令人觉得恐惧了 OK 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 资料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OK 好我们说我们是位置从00开始摆 所以前面16个1 会怎么样 会占据前面的16个Word 接下来的第17个数字 它就会摆在哪里 摆在位置10 11 12 13 所以这四个Word 会被替换成 这四个Word OK 好可以注意到 这一行 会去哪里 Go to E3 E3在这里 E3本来是8CFM 现在已经变成C011 那C011是什么意思 C是Brighteous Zero 0是R0 如果R0是0的话 Go to C1 R0 in over是0 所以呢 它会借由这一行当跳板 跳到11 11 这一行已经被你换成什么 8810 8810 8810是什么 把位置10的地方的内容 再入到R8 那位置10的内容 现在被你换成8888 所以R8的内容就会是8888 下面一行呢 12的内容就会是98A 把R8的内容运到1上 然后呢 下面一行呢 12的内容 就会形成一个维缺 一直呢 把8888到R8 把R8 把R8 运到1上 所以这边呢 使用者可以借由呢 给你一个特殊设计的资料 让你的电脑呢 脱离原来程式的控制 而去执行呢 使用者要你执行的程式 OK 这基本上就是中毒啦 OK 那这个bug呢 叫做buffer over run 比如说你allocate a buffer 这个buffer的size呢 是小于呢 你最终输入的size 所以你输入的data呢 可能会覆盖到你原来的程式 当呢 最终呢 你的这个point counter呢 回到 这个地方 被覆盖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开始执行呢 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就是你开始执行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而使用者呢 输入的资料呢 是他设计的程式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执行使用者输入的程式 那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中毒 OK 因为你 会执行别人让你执行的程式 OK 而不是你本人的意愿 OK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来 由下面这个 投影片 来更仔细的 来 说明 刚刚这一个 中毒的一个过程 OK 好 这是我们的程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会 一直从 这个standard input 读进来数字 那每次读进来一个数字呢 我就把它存到正列里面 前面16个 没有问题 我会把它存到 R0到R 00到F 就是前面16个数字 就是他16个 接下来 什么数字就会开始覆盖到 你原来的程式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把 这个8888 然后一直的类推 然后呢 最终呢 覆盖以后 然后最终 当你在执行这个 GoTo13的时候 他就以这个当跳板 然后叫GoTo11 然后这边呢 就开始进入的回去 所以大概就是 刚刚这个程式呢 他之所以会失去控制 中毒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过程 跟原因 所以To11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呢 他除了会做大部分的电脑 能够做的事之外 他可以做成法 他可以做Fibonacci速裂 他可以做一个速裂的 香加平均等等都可以 那他也会中毒 如果说你的程式 没有设计好的话 他也是可以呢 跟一般的电脑中毒一模一模一样的原理 这个中毒原理 其实是在1980年代 Cornel的一个研究生 他写出来第一个网路上的一个 病毒程式 叫做Morris的一个Warm 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 Buffer Overrun的原理 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案上面的一个问题 OK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还剩下一点点 就是大概还剩下三页头影片 这三页头影片 其实在谈我们最后还没有谈那两个指令 就是第一指令跟第F指令 Jump Register跟Jump Link 这边是在做什么呢 主要在做所谓的Function Call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一部分很大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把那一块大概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讲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不过我先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大概稍后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我会把手写作业上线 然后寄信通知你们 那这手写作业是两个礼拜以后的课堂上 请你把你手写作业带到课堂上来教 助教到时候会来收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